佛法其实是一门很科学的实修法门 佛法是很科学的实修法门 包括有象与形上的科学 佛地址需深入经账 才能了解佛法广大无边的智慧 我们一般讲科学是有象的科学 佛法是包括有象与形上的科学 事实上佛学它已经包含所有的 包括宇宙论 宇宙论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 是像景底窥天 也就是说我们是用一个很小的角度的望远镜 去看我们宇宙的现象 那这个就是像从景底去看我们天空一样 是看的视角非常小 我们最大的望远镜看的是几个秒的宽度而已 那整个宇宙之大 我们只看到这么一点点 但是佛陀他开悟的时候 看到的是整个宇宙 包括我们讲的那个 所有的这个华藏世界的这种殊胜庄园 那无穷无尽的那种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的天文学科学所看到的都只是我们整个宇宙的一小小部分 那唯一能够是扩大我们的视野 让我们不要被局限在这样的一个轮回的这种狭窄的空间 唯一的方法你就是深入到佛学 然后你会发现整个非常广大无边的智慧 那也广大无边的世界 那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科学研究的物件是客观 使用仪器工具研究 讲求实证 而佛法研究的物件是主体的自我 研究的方法是内求 也就是不需要外界的仪器设备 仅仅是依靠自己的身心 佛法虽有四万八千法门 归根究底 存乎一心 讲求信解行政 史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台南采访报道